保留原味的香甜水果干 用稻米制成的点心淋湿 配有各种农产加工品 维持本身营养成分但多元品尝 让民众更容易吃到在地美味的精致性 这些都是透过农委会推动的 农产品初级加工政策与多个单位合作 提供农民生产辅导加工加值 品牌形象到产品行销服务 让农产经济更广阔 之前都很多食品厂想来榜厂 那当时我们的产域跟环境不符合 所以放弃有很多的机会 那就在109年的3月行政院农委会 推动农产品初级加工厂 我们也很努力的朝这个方向进行 我们也在顺利110年的9月 拿到了初级加工厂证 全叫做盛达珍初级加工厂 过程真的蛮辛苦的 可是有人告诉我说 这个不好申请 可是我心想只要有新 还是可以完成的 我从申请农许啊 画建筑图 还有上培训课 盖航厂语花了3年的时间 我感谢南区的农娘署 他辅导我那个场域的动线 还有写经营计划书 对他们的协助帮忙 让我比较更顺利 米啊到处都有 爸爸说你就回去就照我的路线 这样做就好了 你不用去做什么改变 这样做就好了 但是我自己又不服辱了 而且之前小时候 就是读完书 爸爸说你不要做产了 你去外面上班 去外面上班这样子 可是呢现在既然要回来返家 要回来做这个 我自己就想说 怎么去在这个农业这个地方 把自己在这个科技产业的这些经验 能够带进来这样子 那时候就是一个因缘的机会 遇到这个我们农科院 然后呢就是有提到这个农委 我们设置这个初级加工厂这个概念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 就是在想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米用成这个加工品 可以提升我们这个的附加价值 我们不用做得那么辛苦啊 爸爸每天一定大概三点半起床 然后呢很早就去田里这边 顺产水啊看什么 可是我没办法 然后呢如果是到中午的时候 爸爸跟他一分枝 他晒太阳都没关系 可是呢我又去那边晒晒的会晒去 因为已经吹冷气吹习惯了 所以回去大概磨练了 大概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 现在还可以忍受那一种 就是日晒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想说怎么去变成一个加工品 那时候就是跟农科院接触以后呢 慢慢他有跟我推荐到我们台中区 这个农业改良场这边去打药 那时候我就想说 把这个米做成一些烘培的产品 就是做成一些加工品 那时候这个过程 其实受到台中区改良场这边协助也蛮多的 这个真的是一条龙的服务 他都一直打电话来关心 没人家服务这么好的 比我在之前做那个科技产业 那个服务还要好 真的家服务很高 状况如何 真的很感谢台中改良场这边 然后后来我们去有跟这个烘培厂配合开发出这个米烘培的产品 然后出来之后其实制作的过程也遇到一些瓶颈 那时候也有请教我们这个台南区的农业改良场的那个老师 真的里面都很多专柴 真的我们农业这边真的是不只是高手在民间 也在我们的政府机关里面 真的 所以那时候也因为这样子慢慢开发出我们很多的一些米烘培相关的产品 那目前我们的产品 其实不只是一些米蛋糕 米餐包 米蛋卷 那还有一些米菇粉的一些葱泡泡 那目前还在开发这个米水饺这个皮 这个透露一下 透露一下这个 目前在开发这个东西 那应该如果说有一个瓶颈 如果可以克服的话 应该未来可以再量产这样子 我看到这个领域一直在不断的没落跟消失 还有过去认识的农友 大家也都在老化当中 然后我也很希望自己的根源可以有机会转型来到 年轻的世代 所以呢就是透过当初还很困惑 哎台湾有什么材草的东西可以变好喝 我唯一想到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材草好怂哦 包括我现在讲到 卖青草的品牌 在这里有一个柜位 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惑的感觉 但是我们确实把它做一个精致的提升 然后变成礼品的采购 那其实初步是来到了就是 非常感谢农事所这边的博士协助我们 他说你知道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农产品吗 那他们其实透过成分分析 这些让我开始在农委会这个领域 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有一些资源是能够在这里寻求帮助的 那也因为他们的介绍 我们来到了打样中心 所以打样中心就协助我们说 那你知道比如说台湾的土肉柜叶有好几种吗 哇这个又难倒我了 于是我开始疯狂的寻找七种原料 到打样中心去寻求一些成分的分析 或者是我们加工制程上的不同 那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 他们就说 那你知道有什么样的东西搭配起来 口味其实是好的吗 然后又触发了我们有其他的想法 比如说我们就想说 青草可不可以在客人选购的时候 好像在逛美中店一样 因为我以前在精品产业在大陆外拍 所以就有一些想法 我想要把青草的选购变得很简单 于是透过就是高雄达昂中心的介绍 然后以及农科院的协助 帮我们介绍茶改厂的厂商 那他又带我们去到厂商那边说 哎来我们来试试看 各位把青草的原料做成茶饼的概念 让客人像美中间这样学人人人 就可以回家自己去煮一壶茶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透过这样不断的转型 还有刺激之下 又把我们想说 哇青草这样的原料我可以干什么 所以我们又拜托农科院以及临事所这边的同仁协助 到底青草杂还可以做什么废弃物的研究 那所以我们又想说 哎完蛋了 客人就说 啊你们都说你们青草是很好的产地 我们都没去看过 所以兜兜整了一圈又来到水宝局这边 就是辅导我们带客人来到产地 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说 哎自己作为一个青草品牌的里程 怎么会就在农委会里面 然后得到很多的资源以及帮助 那我非常感谢就是帮助我们各位同仁 我每次只要想到任何问题立刻打电话 大概过了几个小时 我说请问有结果了吗 请问可不可以告诉我后面的我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不断的给我资源的整合 然后还有数据的分析 因为我从来在自己家里的加工厂头 只要开个口 大哥们都会帮我把事情做好 我也没看到什么数据报告 产品就出来了 可是当我来到达安中心 他们就告诉我说 你知道耗水率的概念吗 然后我开始才懂得计算这些东西 最后仿佛好像来到一个社会大学 重新做学习跟整合跟应用 所以我非常感谢就是农委会的大家庭 主委带领大家在一个这么强力的团队之下 成就这个品牌 农委会108年发布农产品初级加工厂管理办法 建立制度 透过多元利用友善环境低碳排放等辅导原则 让民众贴近在地小农好产品 2016年520年那个礼拜我印象非常深刻 刚上来的时候总统要去花莲 我就被美琴 那时候他当立法委员 从花莲北 那一直一路到最南的 护理玉璃 那所有的花莲的 青年农民朋友反映一个问题 他们那个地方运输不好 那如果可以农产品加工 那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可是后来发现不对啊 所有的小农做加工 没有任何的典章规范 求助无门 因为他们如果做了初级加工 无法上通路 因为他没办法取得像食品大厂这样的一个证照 那同期间我有好几次去欧盟 结果发现欧盟的小农 他如果种有机的小麦 他自己在家里粘制完成面粉之后 他可以直接的卖给餐厅 那为什么台湾不行 后来在大家的努力协助底下 不要非常感谢经济部跟卫物部 愿意让一定规模的初级加工 回到农委会 这个过程花了将近两年多 我们才在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的木划里面 订定了农产品初级加工的规范以后 我们才在2019 12月25 公布完以后 我们订定了农产品初级加工厂的管理办法 才开始启动了我们的初级加工的 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制定 有这个还原以后 我想遇到你的初级加工品就可以上通路了 因为它是一个取得证照的一个合法的这样的一个证照的时候 它内销外销通路都可以上去 可是法源通过没有那么容易啊 为什么农民这么多 那到底哪些人要来做初级加工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16个厂试所 包括谢老师等所有的团队 我们开设了打样中心 这打样中心就是要让农民来学习 比如说在我们的农产品初级加工厂管理办法里面 我们允许四种初级加工 干燥粘制 那草培 粉碎等 那在这个四种里面 干燥就有这个干燥冷干燥 农民应该要有机会 当然很多的大学 包括中心大学就有开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厂试所有更多的打样中心 所以在过去的这几年 我们总共将近有6600多位的农民 来到我们的打样中心 学习怎么做初级加工 而且我们保证我们要求的这个 所有的SOP 甚至食品安全的规格要求 绝对会比食品大厂要求更严格 所以在这个6000多件 6000多的农民里面 我们有2600多件的样品出来 那后来陆续开放申请之后 那我们终于有32家 骨河初级加工厂 我想各位可以看到 我左手边的屏幕上 那在全台湾布满了各地的这个部分 那我到加稳的部分更在申请 我们也会全力的来协助 在互助委的指示下 我们把湖岛处 农粮署 仪业署 里路局 还有这个学校单位来做一个整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从一条笼的这个方式来做这个展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早期的知识 从开始不会做 那怎么样来做 开始来做 然后由我们这个湖岛的系统 还有打烊的这个系统 还有量产的系统 那后来陆续说 包装跟行销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旅路也不要忘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包装跟行销的这个部分 也都加入在我们这个整个湖岛的系统里面 那刚刚主委也跟大家报告的是说 我们各个厂市所也都建了这个打烊中心 那我们也跟大专院校 尤其是刚刚谢老师的这一边 我们跟中心大学这一边就最早成立中区联盟 那我们为什么会厂市所跟学校来结合 最主要是我们刚刚初级加工的部分 我们还可以在以后做更深度的加工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区域联盟 那今年度我们看看南区北区 东区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再强化把学校的力量再做整合进来 那刚刚主委已经有跟大家说了 我们这个加工资讯其实很重要 就是让农民减少这个学习的错误的曲线 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农村豪户这个结合也有上架了26件 那再来就是科技处这一边做了这个我们加工的整合以外呢 其实我们跟初级加工厂的辅导最主要都是我们产业单位 所以我们这个农粮署、仪业署还有林务局这一边 做初级加工厂的实体的产役的这个辅导 那在辅导处的部分就是做青龙的辅导 那把很多的青龙、在地的青龙、百搭青龙去做一个整合 那最后就是做行销辅导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希望它的通路都能够达到最大化 所以我们把这个整合的系统就做出来 7月16、17号 华山文创园区华山剧场也会办理 小农加工成果联合发表展售会 推出各式优质农产与虚实展售 辅导详情等主题 邀请民众和农友感受更有互动的买卖体验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那我们首先进去就想跟我们先从这